這個是後山製造所的紅雞油 雞油木這個東西它的硬度還不錯 雖然沒有到0.8 但是它的紋理的密合度還算是不錯的 然後加上它的色澤逼近紅木 木頭的那個質地跟酸枝也有點雷同 所以我還蠻建議大家用雞油這種木料 我們再來看另外一隻 通常一個木桿往往都會有比較淺跟比較深的 看它取材的部位 但是無論如何都不會妨礙到 我們碗筆的一個雅致的感受 那碗木筆我們就是 要多去欣賞這種大自然所創造給我們的 每一隻都不重複的一個花紋 那對我們的 當然它也會大大的影響到我們上班工作的心情 也會影響到工作的效率 因為你可能這樣一直看就一直繞圈圈就過了一天 那最後我們再來看一下另外一隻 光是這樣拿起來這個紅基油跟這一隻南木的重量就差的相當多 南木本身就比較輕比較軟 那所以大家在使用南木的時候也要去注意就是它跟檜木或者是那個 削南都是蠻軟的木頭 所以很不容易保存 更不能擠壓碰撞 但是南木漂亮就是漂亮在這個閃花 各位可以看到它的光澤 它的光澤相當的漂亮 好那 這個是後山製造所的一個優質的產品 不是打廣告啊 不是打廣告啊 是把好東西拍出來給大家看 我們好看 還有我們好看 那我們的意志 就是 tej到哪 那個遠的去 我們請你 我們跟我們好看